婚前婚後差那麼多 親愛的 為什麼你會那麼假 婚前她是我的助理 所以呢 她為我的命是從 我是她的天 我是她的地 婚後呢 不一樣了 我每次無禮她幾句 她要怎麼跟我講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喔 因為我們隔兩弟戀愛 她在台灣 我在大陸 然後她從認識我 然後她回台灣那一天起 每天晚上 都要跟我講電話 一直講到我睡著 但後來結婚之後 我嫁到台灣來 沒想到她下班 回家之後 就打開電視機 開始看政論節目 好 紅綠燈 紅燈一亮 停下來 對 車窗又搖下來 就開始回家 然後飛吻 交接 結了婚以後 那一天又來到那個石渡口 同樣一條馬路 紅燈一亮 我們停下來 回想到當時那個情況 就趕快把車窗搖下來 過一下 車窗搖下來 好 好 愛情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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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這要說的是呢 在愛情裡面有些人為了 讓對方喜歡上自己 然後就開始去改變自己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然後呢 這個人呢就愛上他了 就可能一陣子久了之後 就啊 原來我被你騙了 因為那根本不是你 為什麼要講這麼長呢 蛤 這個 這是因為最近電影控制非常的紅 這是這個電影衍生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一種 飛蛾撲火 這是你 為了得到你那一剎那間的愛 瞬間我灰飛煙滅都值得 只為那撲火的瞬間的那個 愛的那個感覺 NO 你才不要這樣死掉 飛蛾撲火就死去了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理性一點 有的是騙是不是 對 就被騙了 那是因為只有騙一陣子叫復興 騙一輩子叫情癡 但是要騙一輩子有多困難 怎麼會難 很難啊 就是久了就慢慢本性就會跑出來 不會啊 你也會習慣啊 OK 人是怪性的 對啊 我覺得你現在要騙我什麼對不對 怪怪的 反正我跟妳講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這一派比較自然 就不喜歡說大家這樣假來假去這樣 你們都不假的啊 不假我真爆了 真的啊 你猜我幾歲 23吧 你看還說 不一樣 你不能這樣子算 你覺得還會有人追我嗎 超多人在想追 在哪裡 小程啊 老李 那你會追我嗎 不會啊 不要這樣逼我 你們都不騙了嘛 不一樣不一樣 你們都不騙了嘛 不是不是 有些時候是一個禮貌 有些時候是一個尊敬 那不是一個 那不是騙 善意的謊言不是騙 善意的謊言 是白色謊言 是白的 你怎麼定義呢 就是在愛情裡面的騙 是不是啊 只能說美人節的吸力問題 真的是難倒你了呢 而今天我們邀請到了演藝圈 三對恩愛的夫妻 究竟是什麼樣的不老實 讓夫妻感情產生裂痕呢 而節目一開始 我們一樣來聽聽 我們的男人老實說 出外景 如果有女藝人敲你房門倒貼 你會誠實告訴老婆嗎 一定要的啊 騙人 一定會的啊 挨打了 現在劇集那麼發達 不要看我 第二題 身為演藝圈的通告王 你最怕聊什麼話題 聊前女友的話題 對啊 這真是... 很難聊啊 第三題 現場你要選出一位女藝人 做親密的互動 你覺得你選哪一位 芽芽不會吃醋 都會吧 都會... 連阿嬤都會了 這麼愛... OK 好 可以了 那我們來問一下達米 來 第一題 滿臉長滿豆子跟身材走樣 哪一個你最不能接受 長豆子不行 長豆子不行 身材可以接受 身材OK 因為身材已經變形了 好 好 在什麼時候被誤認為是你哥 你最不爽 我做了很多好事 然後人家以為是他做 這會悶著 應該是床上吧 這還蠻實在的 對... 人都有這種心態嗎 再來 有一天老婆不再聽你喜歡 你還會深愛著她嗎 很難喔 很難 這是實話嗎 百榮 我就喜歡她聽我的 可是我不知道耶 我還沒有叛變到那個程度 不知道那天來會怎麼樣 不知道那天來會怎麼樣 會吵 但是她到最後她還是會覺得說 這個... 我們還是要繼續幸福走下去 你幸福啊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好 見老師 好 見老師 請問第一題 你健身是為了保持體力 讓老婆滿意嗎 當然是啊 老婆這個幸福要靠我 說話 OK 一定是這樣 第二題 老婆取笑你什麼事情 讓你最受不了 她常說我老花眼 這是我最受不了的 因為年輕到 眼睛不好是很正常的 明明就是啊 你是不是看到 OK 照講什麼 來 第三題 所以不能接受老婆跟別的男人 練雙人瑜伽 還是老婆拍全裸寫真 這個跟別的男人上... 這個雙人瑜伽我是受不了的啦 雙人瑜伽 但是如果拍這個寫真 我可以接受 因為... 這是我老婆沒有問題啊 OK 好 了解 謝謝 謝謝 所以別的男人只能看不能碰 當然 這很合理 聽了三位有點不老實的 男人老師說之後 馬上就讓我們 進入今天的假面擂台賽吧 曾經以為我是你的天 沒想到 你控制我的一切 還經過我的心靈 婚前幫我貼心過生日 婚後連虛寒霧暖都不願意 第一回合 對方婚前表現理想化 請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大家知道婚前 她是我的助理 所以她為我的命是從 我是她的天 我是她的地 那個交往期間 她跟我說 我要跟朋友去逛夜市喔 不要 好 不要 她就包包就拿回去放了 那我叫她往左邊 她就不會往右邊 那我在跟她訓詭的時候 她就是剛剛我講的 雙手脫摘 雙頰泛紅 講到激動處 她眼淚還會 噗噗噗噗噗的流下來 這是婚前 婚後呢 不一樣了 首先呢 她控制我的肉體 什麼 你不開心嗎 要不然呢 你不開心 你不開心 要控制誰的肉 你這個蟲竹 你這也是蟲竹肉 蛤 屠牛油的 有一點油花 有很大的自主性 那婚後就不一樣了 她的行程 我不能反抗的 她說今天要這樣就要那樣 明天要那樣就要那樣 後天要那樣就要那樣 所以這完全是不能改變的 那也就是說 24小時 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很多人都說 你那個會不會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幹嘛 她怎麼會不知道我在幹嘛 她排行程 同時她也在我身邊 所以完全是沒有任何一點些微的空間 那控制我的肉體之餘呢 她禁錮 為什麼時候才跟你講話 我還等我講完 對啊 對方便有 請等我講完 她還禁錮我的心靈 那個大家知道我婚後做的重大的改變 因為綜藝節目上面 難免有時候會跟女藝人會互動 那個不要說肢體啦 連言語我都完全禁絕 甚至於有時候 人家說辣妹然後走秀 然後鏡頭拍到我 那我們總是要做出那種 哎呀不錯喔那種表情 連流露出那種表情 也不行 你是流口水耶 我怎麼可能會帶個去 光天畫日之下流口水啦 我超流口水 那有時候也是那個大妹嘛 那製作單位希望大家男生鼓噪 我們要哇哇哇 頂多就這樣而已嘛 甚至於有時候多倒霉你知道嗎 那個鏡頭根本不是real time的鏡頭 不是當時我的鏡頭 那是補的畫面 那是補的畫面 有時候錄完影製作單位覺得說 效果不夠 運哥來頒拍一個 哇哇哇這樣 然後他在把他 他剛剛在做什麼動作 他剛剛水火在幹嘛 不然你是戲精 你是賣一下遇到辣妹 對啊也是一樣啊 翔尾蛇啊 真的一樣啊 真的嗎 欸我怎麼看到兩隻 太難看 我看到好像兩隻蜥蜴 所以也就是說 他連這樣都不能接受 我完全不能接受怎麼行 那我講的這個是那個對不對 更別說你如果有言語上的挑逗 更別說肢體的接觸了 有時候我們難免說 你不要這樣嘛 推一下 這樣不行啊完蛋啊 誰會這樣子 我們節目就沒有看過人家這樣 因為我們是優質節目嘛 外面也有一些那種節目 就是希望說 比方說玩遊戲啊或者是幹嘛的啊 難免會碰到 對啊 所以我等於現在那個 在男女脂肪這一點喔 我算是完全做到 出家人的境界了 吃菜人 對啊 好 這雅雅 所以你覺得婚前婚後 騙很大 就是我覺得婚後 你以為他是百依百順 婚後我比較像在過 被軟禁的生活 對 好可怕的控制喔 雅雅你覺得你都沒有變對不對 我沒有變啊 因為婚前是他的助理 那你應徵助理的條件 就是要什麼事情都安排得很好 然後都做得很貼心這樣子 是啊 那已經變成一個習慣啦 那婚後當他的老婆 當然要更貼心啦 如果有出賊什麼的 他會罵人的耶 對啊 所以你剛剛那些控制 都是貼心的表現 是啊 然後他說什麼 不能跟女生亂來 我們沒有講亂來 不能互動啦 當然不能亂來啊 現在是他的時間 抱歉 抱歉 對我忘了不能忤逆他 我每次忤逆他幾句 他又怎麼跟我講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趁我運 要我命 好可怕 他的時間好不好 OK 不好意思 你覺得婚前他婚後有什麼變 婚前他都會很貼心幫我過生日 就是他都會call我朋友 多貼心啊 因為我朋友的電話 你有難忘的一次怎麼做的 我朋友的電話他幾乎都有 我好朋友的電話 然後他就會幫我打電話 請我的朋友 然後就會偷偷安排說 去哪個地方集合 然後要幹嘛 然後幫我買蛋糕 買禮物什麼的 但婚後什麼都沒有了 也不會什麼都沒有啦 因為 虛寒溫暖嗎 沒有耶 生日這個事情我要解釋一下 婚前我號召他的朋友 來幫他過生日 給他surprise驚喜 婚後呢 他覺得說 因為他的朋友姊妹濤 好像我出現呢 他不曉得是訪我 跟他的姊妹太過親密 還是說覺得我在很別扭 確實也別扭 因為他姊妹濤都聊一些 他們自己的話題 我在那邊 阿伯 阿伯處在那裡 他們本來很開心的 然後我出現了 不講話了 可是你也會找你的朋友來啊 所以他的生日呢 就不太讓我去 甚至有時候要辦兩攤 他跟他姊妹套 過完真的生日了 另外一攤是給我面子的 老婆生日 你不能怎麼沒有場面啊 那個時候才會找我的朋友來 這個算是給我做場面用的 那我朋友在的時候的生日呢 他也不開心 因為我朋友講話可能很大聲 很誇張 很抽學家的幹嘛 裝派頭那一種 然後就人家在那邊 明明是幫他過生日 他感覺像一個 外面人 好像不關 外面人 外面人 你怎麼一定一直繞英文啊 你是自己發明的 因為你請來那些朋友 不是愛喝酒 就是愛抽菸 然後在那邊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 沒水準的人 誰要跟你們一起做 那個Paul 他在講你啊 白雲他在講你啊 請回座 小鐘他在講你啊 潘若迪 他在講你啊 是你 你怎麼會 但是這才是 我都在講你 我都在講你 你怎麼會 因為我都在講你